家具在中国能够增速到商代 数千年的历史 让我们每一个人 把自己家居的设计 能够得以实现 就是从商品栽培开始 商品栽培是中国第一家 全屋家具个性化定制公司 目前拥有商品栽培 唯一定制两大家具品牌 通过原方软件 新居网 围上家具 我们从创意到制造 从线上到线下 率先构造了一个 全新的企业生态链 二十多年来 努力为消费者 营造属于自己的家 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您在网上充分了解信息 挑选好了 我们线下有1000家体验店 期待您的光临 我们的店不在专业卖场 而在繁华的购物中心 您随时都可以找到 你知道不打烊的家具店 怎么来的吗 我们都快成麦当劳了 24小时营业 有时候和客户一起 设计了实稿 发现还是第一稿最好 你的对手不是客户 而是细节 并且是每一个细节 这是一个艰难 却很有价值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在提升自我 客户在发现自我 这么多来回 最终你会发现 家有千万种 但是我们对家的情感 却是共同的 让顾客成为创客 就是商品摘配C2B模式的精神 让顾客参与到自己家的规划 和设计师共同完成设计方案 这不但成就了每个顾客 属于自己的家居梦想 也为商品摘配带来了 千家万户的灵感 和源源不断的创意 我记得2000年是中国的第一个互联网浪潮 从原方软件一个网络事业部开始 催生出了我们强大的互联网机验 从PC端到移动端 我们与百度 腾讯 阿里巴巴 京东等主流 互联网巨头合作 构建了我们强大的全网营销能力 现在平均每天有10万人 被引流到我们新军网上 我们是一个一站式的家居服务群 在这里消费者能够享受到最省心 最放心 最时尚前沿的家居设计及配套服务 我们拥有近2000万忠实的品牌粉丝 还有近30万个楼盘空间设计解决方案 全国有上万名设计师 为我们的消费者实现他们的风险下 这是上品宅配O2O商业模式的一种创新 它利用了互联网的信息技术 将消费者从线上引流到线下 接下来就由原方软件 通过云计算跟大数据技术 在设计师为消费者做个性化定制设计服务时 提供强大的支持 我们统缴主引以余设计创新的一种风险 另一种事关系是重费性化的 是在新的盘工艺 採计算室的领域 在现代的产品中 情感是一种强需求 功能是必须的需求 生活方式研究 就是为客户建立一个和谐 幸福美满的家 设计岛是设计师的家 在岛上有不同的部落 设计 培训 竞赛 创新 还有积分商店 积分进而生成段位 单位紧接关联设计师的绩效 在这里设计师不断成长 不断升段 很好玩 也很有竞争性 后来店长们也登岛了 店长是团长 区域经理是理长 部门经理是师长 职营总监 市场总监 是军长 总裁是司令 一级一级的布置工作 监控工作 评估工作 非常的细致 在这个家里 我们是亲人 也是对手 是上下级 也是肩并肩的兄弟姐妹 这是德国奔驰的发动机 这是中国的木材 我们就是想用德国工业420精神 来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工业420 我觉得一定行 商品栽培拥有四大生产基地 13年来我们持续打造 我们信息化 智能化的生产工厂 也让我们今天成为了 国家级的工业4.0的示范企业 我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叫做蓄力线式技术 这个数字化设计 加数字化制造 再加数字化管理 就解决了个性化设计 与批量化生产的矛盾 每天从我们四大生产基地 生产的板建树达到30万件 这些板建树组成了我们的家具 也组成了我们的家 安装是商品栽培的最后一英里 我们是安哥 明星家落成的第一位 竞争者和分享者 其实我们最终 整个安装售后的工作好不好 其实最后我们是看客户的口碑 是怎么样的 如果在客户的现场 我们当每一天的本质工作做完以后 我们还能够让客户主动地 自发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跟我们一起来拍很多照片 或者是视频 在工业4.0的时代 如果我们没有了技术的壁垒 那么我认为还剩下的就是 人与人的比拼了 2004年 是我和周总 盘总一起做软件的第十个年头 那个时候 如何让消费者对家的个性化需求 能够得到满足 仍然是行业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怎么办呢 干脆就如洗袖子自己干吧 跨界一干就是十多年 今天我们成功登陆了中国资本市场 我觉得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初衷 那就是把少数人的定制 变成多数人的生活 成就你我的家居梦想 让我们结伴前行 家对于我来说的话 是一个下完班之后 可以喝点小酒 放空自我的一个地方 我喜欢上品栽培 因为它能帮我简眼淡淡的设计 我想要的家 有家有你 这就是我要的适合远方 以前感觉有个爸都挺好的 现在有了小宝宝之后 感觉这个家更加完整 非常的幸福 有了二胎之后会发现 房间空间都远远的不够用 请上品栽培来做了重新的设计 空间利用的非常好 然后宝贝们也玩得很开心 回到家叫一声妈 然后也有一个小家老婆 可以叫我一声妈 我觉得就很幸福 我对我们老年人来讲 孩子们的幸福 就是我们的幸福